大家好,今天的話是我們的國齡分享會 然後還有最後還會有一個社群國際交流的Kid off 那我是這次的主持人,可以叫主持人 然後所以我一開始先開場的話,我先分享一下我的螢幕 好,所以希望大家有看得到 那今天的活動的話就是要介紹 主要就是要介紹一下我們去年11月初的時候 受到FNF的邀請,然後針對Democracy Innovation的部分 然後去到德國柏林跟他們一起分享這樣 那這張圖的話就是柏林市的市企 就是這隻熊這樣子 然後紅色的上下,然後跟白色的D這樣子 好,那所以事不宜遲的話,我們就直接從我們的行程 從我們的行程,就是依照時序的部分這樣子過來 OKOKOK 先把畫面帶 所以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到的時候是直接會有一些歡迎會這樣 然後我們最主要第一站的話會是跟FNF 然後他們在VWALK有一個空間的樣子 然後所以他們就在那邊跟我們介紹一下FNF是什麼樣的組織這樣子 那這部分的話我們請之後跟我們分享一下FNF是什麼樣的一個組織這樣子 好啊啊 大家好,那 因為這個供筆是我寫的 那我就來講一下FNF是什麼樣的組織 就是 嗯 欸,我來找一下喔 這個部分在哪裡都不見了 好 欸 欸 欸 為什麼沒有在 為什麼不見了 沒關係,那就 那我就拿出我之前的筆記本 等我一下喔 好 之前的筆記本 到手了 嗯 嗯,FNF的全名是 嗯 嗯 全名是什麼啊 嗯 嗯 嗯,讓這個政黨成立一個公民交易基金會去推廣這個政黨的政治理念 所以FNF這個基金會呢 所以FNF這個基金會呢就是德國一個政黨叫做自由民主黨 嗯 這個黨的,因為這個黨連續在國會有席次所以聯邦政府出資 百分之百出資成立的一個公民交易基金會 那所以他們自己會說他們自己是nonpartisan,就是他們沒有政治傾向,不過他們也是有蠻明顯就是跟FDP這個政黨有連結這樣子 那他們大概跟我們介紹一下他們的歷史 嗯 嗯,他們的 嗯,他們的 Focus是在就是人權,民主 然後再來有市場經濟 那他們第一個呢,第一個海外的辦公室是在土尼西亞是1958年成立的 所以是一個歷史蠻悠久的一個國際組織 那第一個在東亞的 辦公室是在Jakarta,是在大概40年前成立的 那他們最新的辦公室就是在香港 然後在香港的辦公室就叫做Global Innovation Hub 嗯,全球創新 HUB 中心 嗯,不太像中心 好 那他們有大概介紹一下他們香港的辦公室 那這次跟我們聯絡的主要是FNF香港辦公室的人 他們香港辦公室大概有五個人 然後他們會做一些跟 呃,Design Thinking, Policy Reform 就是設計思考或是政策更新之類的 創意還有活動 然後他們就說他們主要是想要用 Entrepreneurship 就是創業 創業家的精神來達成政治的改革 嗯,然後他們之前有辦過一些活動 譬如說之前Global的Cofax專案的比林 也有去參加過他們的活動 好像就是因為這樣子所以連結起來的 嗯 嗯 嗯 大概 大概就先 不然就先講到這裡好了 OK 然後我這邊遇到一些技術上的問題 好 以上就是FNF 一個很簡短的介紹 有人要補充了嗎 OK 我這邊先重 我先重登一下 好,沒有 那就交還給Tmunk囉 嗯 Tmunk 不見了嗎 喂喂 還好嗎 Tmunk 欸,Tmunk的連線 喔,Connection Lost 糟糕我們失去龍的主持人 哇 希望你們要現在照現太陽 好,那就只 Check一下 有有 欸 我回來了,我回來了 我應該回來了 Tmunk出現了 好好好 OK OK 更常更常 突然就直接消失 好,那就繼續看 就是很謝謝剛剛知道的分享 OKOK 看一下 接下來的話 嗯 所以我們很快的就 聽完那個他們 FNF他們自己的介紹之後 我們下一站其實就直接到了那個 到了 柏林州議會 就是柏林那邊議會 議會大廈那邊去 跟一位 前海盜 跟一位 Member of Parliament 對談 然後他其實 他本人也是那個 前 海盜黨的主席 這樣子 德國海盜黨的主席 然後 叫Brand 那 我這邊 我不太敢螢幕分享 因為我剛剛螢幕分享之後 後來就回不來了 這樣子 OK 好 我就直接把 他的 推特連結 放在聊天室給大家 這樣子 OK 那 我印象蠻深刻的 就是因為其實我記得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在GNV 之前有曾經想要嘗試過 流動民主這樣子 那流動民主的話 本身也是 海盜 海盜黨一開始 開始有知名度的時候 一直在推行的一件事情 這樣子 但我記得 那天其實跟 就是直接叫 呃 直接叫PM Parable Member 就直接跟他對談的時候 他就 並沒有在這方面多琢磨 感覺好像其實就 就是流動民主其實 後來在德國也沒有再持續的發展下去 這樣子 然後我印象當中 GNV好像也沒有再 想要往這一塊去做發展 這樣子 然後當天對談的話 他有一位是 N 欸我不會念他 他還有一個Chairman在那邊 然後所以 呃 記得當然在那邊 彈了很多 東西 那我先講一下我自己的印象好了 因為其實我記得我那一天 因為我們其實是 就前一天就到了 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在前一天就很 完整的體驗到 德國的那個 網路有點 不是很穩 這樣 所以我記得我問了 PM一個問題 就是說 欸為什麼這邊 就是德國這邊的網路 其實在柏林 這麼大的首都 還是會有一些問題 這樣子 那 我記得得到的回答 也並沒有非常的 嗯 完整吧 主要就是說 呃 主要的幾大 幾個大的 呃 網路通訊商 並沒有 很好的在 維持 這方面的 需求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那所以針對這個部分的對談的話 大家還有什麼印象嗎 就是我們去 柏林州 會議大廈這邊 找Brain的時候 那我也可以講一點 嗯 好啊 就 其實 像是剛剛 TMark解釋了 就是我們去的其實是 因為德國其實是聯邦制的 所以他有 他應該總共有分16個吧 然後我們去的那個柏林 就是他柏林是一個城市吧 他就自己有一個 所以他等於是聯邦下一層級的議會 那 這位海帶王 的前主席 我記得當天好像其他幾位 還有不少一位是他幕僚的樣子 然後我們就在他的辦公室裡面 進行討論 其實我自己最有印象的 也是剛剛TMark說的 就是關於德國網路建設這件事情 然後 我還記得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居然好像還有在討論說 呃 德國目前好不容易就是 寬品的普及率 終於達到了一個 很不錯的水準 就是終於可以到寬品普及了 然後 就是這件事情還蠻驚訝 就是德國目前都還是 才剛開始完成寬品 然後我們在那邊討論 為什麼手機在 比如說地鐵站 就會沒訊號這件事情 他們會特別強調說這柏林明是比較好的 你甚至一離開柏林的市中心到郊區 直接是沒訊號 就是不用討論 就是整個德國就是離開城東心 說不定你就是連手機訊號都沒有 甚至不用討論上網這種事 那我們又在想說 討論 因為我們其實主題 一部分是有在討論說 呃 為什麼台灣跟香港的公民科技 是可以這麼恐怖的發展 就我記得啦 我記得他有特別問這部分 那 所以我們才會touch到網路問題 因為我們在想說 這說不定是有因果關係的 可能就是因為 不論是台灣香港 或者是一些亞洲區的國家 在基礎的相關建設上面 其實都比較完整 所以反而 因此 就是我們在討論公民科技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討論到 做什麼 或者是該怎麼利用現有的這些 已經有的建設可以應用 那德國他們其實有一個問題 他們可能還得先討論說 要怎麼連上網路這種事 然後沒有辦法 就直接先進入 就是應用層面的部分 就是這是我記得 有點有趣的 知道關於這個 大家有沒有想到什麼其他的 恩 就是在 參訪的過程中 就是 不斷的不斷 就是德國的網路 不斷的 不斷的被拿出來嘲笑 其實還 還蠻好笑的 就是 德國也會笑 然後外國人也會笑 就是一個大家都會笑的一個點 就是 覺得還蠻歐這樣 然後 因為這個點 雖然好笑是好笑 可是 就很直接的 就很直接到 就很直接到 關聯到 就是 現在世界各地都在 對 都在討論了5G技術建設的議題 那 這個我覺得我們之後 我們等一下就來 再 來詳細的討論一下 恩 恩 OK 好 所以接下來 我們是下午的時候 跟 PM聊的 然後接下來 我們就直接到晚餐 然後晚餐的話 我們是跟FNF的一位 Anna Marti 談 對談這樣子 不過其實 因為那個 我還記得 其實實體聊天的時候 都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 可能桌子距離沒有很近啊 然後所以 我記得我本人沒有跟他談比較多 然後 然後 剛好其實也稍微忘記 談到一件事情 就是這一次除了 FNF有邀請 我們 GMP的 參與者一起去之外 他同時也有邀請 因為主題是 Democracy Innovation 所以 他也有邀請 當時 所以現在也都還在持續中的 反送中運動的成員 他邀請了兩位成員來到 然後 一起 一起來 一起來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 所以 我們 就是 整個行程其實都是由 香港的朋友 一起來 一起參加 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們晚餐的時候 我反而比較沒有跟Anna Marti聊天 我比較長 就是 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在跟 香港的朋友聊 這樣子 然後 我的部分的話 我記得我就是聊了很多 跟他們聊了很多 就是 香港話 就是有一些語會會不太一樣 我現在有點想不起來有哪一些語 喔 好比說 香港講 冰箱的話 他們是講雪櫃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會 語言 上面一些 交流這樣子 然後因為 當時香港的 狀況 可能現在也是一樣 就是一直都很嚴峻 所以 他們也有 特別來問 就是跟我們問詢問說 那現在台灣的房價怎麼樣 這樣 然後聽到這個話題的時候 我其實還蠻緊張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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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房價好像已經夠高了 這樣子 感覺上 嗯 他們就說香港 對 跟香港比還是小物件大物 這樣 真的欸 我記得 之前 台南 台南有 我突然想到台南 台南有一個地方 國華街吧 國華街他們那個店 就是賣吃的非常有名 然後 就是房價那個 店租都已經很高了 這樣子 但我聽說一直都 到現在還有很多香港人 會去來貪廳 說要不要來國華街那邊 投資賣吃的 這樣子 因為他們覺得那邊的房價 就是房 店主人 這樣子 雖然講到這邊 有點奇怪話 這樣子 所以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跟AnnaMartin 有聊到一些什麼事情 歡迎大家來補充 但其實因為 晚餐會 我記得那天 聊的話題 就是其實也都是像你剛剛 跟專家 對 我沒有跟大家講一下 但好像就是補充一下 他自己的一些背景 比如說他是瑞士人 他不是德國人 但他就是從瑞士到德國的政治圈裡面工作 我那天晚上也是跟香港的朋友來 那我就可以再講詳細一點 就是我們這一團 是G0V參與者五個人 然後跟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運動者兩個人 然後 FNF這次應該是有蠻多團的 然後我們是其中一團 這樣子 然後 我們這團 就是主要的 主要的那個列長是香港辦公室 那其他團好像就是FNF其他的辦公室邀請 一起帶到柏林來參加這個會 然後那天晚上我是跟兩個香港人其中一個人 就是因為他坐我旁邊我們就聊天 然後 其實我一開始真的不太知道 我可以跟香港朋友聊 因為感覺就是 好像不管怎麼樣都 都沒有辦法就是 因為他們那時候現在也還是 就是情況真的是 很 很嚴峻吧 然後 也就不太確定可以怎麼聊 或是 一方面覺得說他們好不容易到了一個 可能比較平靜的地方 也許他們不會想要去一直回答一些外人的一些蠢問題 那 不過後來就是 他就 我們兩個就在一直吃 這樣 然後他就一直吃 後來就是 我記得我們兩個開始聊 就是說 要不要吃甜點 後來 因為那家餐廳就是一家義大利餐廳 然後他上來就蠻慢的 然後我們兩個就 我們兩個後來就點了甜點 然後大家又等了很久 所以那天晚上大概吃了三個多小時 比較有印象 比較有印象的好像是這件事情 然後應該也是那天晚上結束之後 我們就去那個 Alexanderplatz 看了一下他們那個 柏林圍牆倒塌30年的一些裝置 那天晚上好像就是 好像不只那天晚上 就是 Alexanderplatz那邊有一個建築物上面 有一些投影的影片 這樣子 就記錄他們 柏林圍牆倒塌30年 的一個影片 是那天晚上嗎 是那天晚上嗎 還是隔天啊 是那天晚上 總之就是某天晚上然後很冷這樣子 對 但很意外也看到了 對對對 他那個就是 那一段時間 因為就是 那一段時間 我記得就是11月嘛 就是剛剛 我記得像 30週年那段時間 然後好像每個晚上都會補 嗯 對 他就是好像是一個兩分多鐘還是什麼之類 他就一直輪一輪一輪 對 然後那個廣場是東德 以前是東德的 嗯 所以那裡還有一個 就有一個什麼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世界中嗎 對 世界中 練習的東西 對 然後就是世界各地的世界 對對對 然後很像是 很像 很未來感的一個 對 復古未來感嗎 就是又未來又復古的感覺 對 就是很像 的確是很共產的一個東西 世界一家 人類命運共同體 對 然後 柏麗人好像就說 那個是一個 他們 就好像很喜歡 約後面的地方 這樣子 世界中 嗯 好 東德時代的 北車之類的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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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如果沒有 還有要繼續補充 那天晚餐的事情 那我們就直接到 好隔天 隔天 重頭戲 真的 有很大的重頭戲 就是 我們就有 就是 FNF有安排一段時間 讓我們 跟香港來的朋友 去跟 FDP 就是 德國自由民主黨 他們有一個 外交政策委員 所以 那一次去的時候 就 就是 場景很像 輪選嗎 還是什麼 就是 就是 聽證會 對 聽證會 對 就是用聽證會的形式 然後我們 就是 跟他們對談 這樣子 然後 那這次的那個地點的話 就在 德國聯邦議會 那邊 所以 我們剛剛 前面談到的那個是 就是 柏林州的議會 然後 我們現在就直接到了 聯邦的議會 這樣子 對 就是德國國外 對 德國國外 對 那 安檢非常的 就是 像這樣子的地方的話 他們就安檢非常的嚴 就 幾乎就跟那個 飛機的安檢差不多了 這樣子 就是會要 護照啊 什麼的之類的這樣 然後 因為我們剛好前一天去吃的 早午餐 就是 也是在 德國聯邦議會 他們在德國聯邦議會的 呃 正中央的那個 有一個透明的圓形屋頂嘛 然後 那邊有一個餐廳 這樣子 在那邊吃 然後我還記得我們要去之前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檢查燒 這樣子 然後 我記得是 PM5的吧 就PM5他那天來 去的時候有帶他的那個口琴 然後 他的口琴就在 檢查燒檢查的時候被扣留下來 這樣子 對 然後雖然我也不太清楚 為什麼 那我鎖頭 口琴不行嗎 這樣 就是 口琴是一個很危險的 鎖頭也不行 然後鎖頭好像也是一個很危險的武器 喔對鎖頭 對 鎖頭也很危險 都不行 對 總之就是 安全成績就比較高一點 對 然後 呃 我也印象比較深刻 就是在那天的時候 就是整個 精神就比較緊繃一點 因為 呃其實 外交政策委員會的人 提的問題 我覺得都還蠻辛辣的 嗯 就讓我想起之前 德國之聲 來台灣 就是選前的時候 2020選前的時候 來台灣 那個採訪 的事情 這樣子 很多人都很壓抑 德國之聲的人採訪 都問 這麼 這麼直接的問題 這樣子 那時候問過 那個 周錫維嘛 然後後來還有 冷靜黨的發言人 所以 呃 靜版的版人 對 所以問題都很犀利 這樣子 那 我這邊的話就把 就交給 翔人來 分享一下 那天他們問了哪些問題 好 OK 那我也 因為其實 實在有點久遠 所以我就也是 就我印象深刻的部分 稍微分享一下 呃 就像提摩我們剛剛說的 他其實是一個 就真的是一個 類似聽證會的場合 我們 五個人 跟香港的 朋友 香港的面前 他們那天就 就說 如果只有他們兩個人的話 可能還比例上有點太懸殊了 所以 呃 因為香港辦公室 其實帶我們一起的 負責 take care 我們這幾天行程的 其實也是香港辦公室那邊的 香港的 朋友 所以其實他們香港就 那兩位 帶take care我們的 他們也一起 就做上去 就真的就是我們 五個人跟香港 四個朋友 我們就做一整排 在所有的 其他議員的面前 坐在台上 這樣一整排 那中間有一個 modulator 他會負責 cue 底下的議員的問題 然後其實 因為當時 香港的情形 大家還記得 我們是十一月初 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時候 所以其實香港那個時候還正在 就是 還在最熱 就是在最水生活的 之中 就是那個時候 基本上還看不太初 會怎麼結束 所以其實當時 那天早上重眠 某方面來說 其實香港那邊的情形 才是議員 他們最care的部分 所以有很長的時間 其實是在 關心香港的 香港那邊的情形 那香港的朋友 他們就有分享說 那他們是怎麼應對的 那以我印象中來 關於香港部分 我印象中來說 他們就會 非常最辛辣的部分 其實就是他們很關心說 你們就是 run了這麼大半年 那你們的目標是什麼 那你們到底 就是想要達成什麼目的 那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香港朋友 我們基本上都是先回答 那種大訴求 跟基本上 我們比較熟悉的那些 他們想要追求的目標 那比如說 不要就是 希望不要打破原本 50年的那個協議 可是後來德國 他們好像就是覺得說 這樣子太官方了 其實我記得有議員 就開始直接追問說 那實際上 你希望 就是 德國這邊幫你們做什麼事 或者是你希望就是 其他國家政府這邊 可以怎麼做來幫助你們 那 我記得這邊其實 就有點困難 但是香港朋友 他們是就很傾向於說 你們要出來 其實只要出來發聲 就是一件很重要的 就很 一個很 理成本意義的事情 因為 他們像 香港這邊是希望說 只要 國際上有發聲 然後 讓大陸知道說 其實香港是有朋友 在國際上幫他們說話的 然後這樣大陸可能會比較願意 就是退回到遵守原本 對 那個50年一國兩制的協定 然後也 比較可能會回應五大訴求 那所以說 可能 在那個聽證會上 還有稍微討論一下說 香港他們那邊目前是用什麼科技 然後他們還有擔心什麼事 那那個時候其實還 因為狀況還不是很明朗 所以其實當時 其中一位香港朋友 他其實原本就是在負責 關於通訊領域方面的 他們在通訊上面開發 所以他們就在說 其實當時已經在擔心說 香港那邊會被斷網 那他們正在想一些斷網上面的應變方式 就分享一下就是在科技上面是什麼應用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關於我們的話 台灣部分就是議員他們問的就比較 我記得是比較絕對弱一點 那看大家大家還有什麼其他補充的 那我印象比較深刻的 兩個就是 他們甚至他們先問的說 你們對於就是 美國最近發表軍購什麼看法 因為當時 那個 美國政府剛剛宣布說 要賣F16V 應該是F16V吧 賣F16V整批給台灣 那大陸當然也是有蠻大的反應 所以 其實德國他們就也蠻 就也蠻好奇說 我們這邊是怎麼想的 那 呃 應該是 我看一下筆記 好像是 Bm5問的吧 Bm5回答對不對 對 Bm5回答的 沒錯 因為 超難的 對這裡超難 你要不要再 回答一次看看這個問題 對啊 是Bm5想要分享一下 還是 對 這個 當時好像 大家都愣住了一下 聚打到嗎 聚打了 聚打了 大家都好像都愣住了一下 所以就 我就 我知道 等一下 等一下 Pm5想補充再歡迎 他都聽得到嗎 喂 好 那 對 所以我的回答就是 呃 有在講話嗎 有 我有在講話 有聽得到 有聽得到 哪裡 那 其他人有聽到嗎 我有聽到嗎 可是聽到 我有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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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神奇了 哈哈 哈哈 你那邊 你那邊再看看 等一下會不會好一點 這樣子 OK好 只有聰明的人還是笨蛋才聽得到 還有這種東西 沒有啦 這個 這個就 哎呀 這樣講就傷感情了 那時候我拍了一張照片 總之我當時的 對 總之我當時的會 就是我們是坐在右邊的人 那一整排的 那個座位上 然後接受台下觀眾的拷問 這樣子 就有點不像 譬如說如果大家看過美國的 國會的聽證的話 是委員坐得高高的 在上面一排 然後下面的 就是被問的 被問的人 是坐在下面 這邊有點 稍微翻過來這樣 翻過來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他們黨內的外交 等於說黨內的外交組的會議 就不是正式國會的會議這樣子 其實對於台灣的問題來說 他們最後好像 也有認為我們說 我們會希望就是 就是關於我們跟大陸之間的 我們兩岸關係 那我們會不會希望就是 其他國家怎麼做 那最後我好像要分享一些 就是我認為說 我有回答議員他們認為說 其實不用真的做什麼很偉大的事 其實你們只要像 就像香港朋友說的那樣 在關鍵時刻 其實站出來說句 幫我們說句話就很重要了 那因為像當時我是舉例說 以前一陣子 不是各大紅紅公司 都會把我們就直接 塞在中國的底下 就是把台灣 就把台灣移出名單 或者是直接把台灣列來中國底下 那那個時候就是中國就是用各種方式 就威脅所有的航空公司 那最後大部分的航空公司都屈服了 那包括 包括德國的幾家國 德國的幾家國 那我那時候就舉例說 其實 只要德國政府願意幫那些企業撐腰 讓那些企業不要 不需要這麼做 或者是至少站出來講句話 對台灣的 對台灣都算是有很大的幫助 好 然後我想要把那個 發言 交給那個PN5 因為這個問題實在是非常經典 就是 當議員他們問到說 你對台灣跟美國的軍購案有什麼看法的時候 其實我那天就直接把我的表情就直接展現出來 我就是嚇了一跳 然後嘴巴張得有點大這樣 所以PN5你可以講一下你當時怎麼回答這樣 我記得當時的反應 我記得當時的反應 我的反應是 歐洲跟美國自然本來就有一些 合作又競爭的關係 同樣是在對外輸出或推動民主上面 他們會有不同的做法 然後再加上 議員的問題很明顯 是在表達對於川普的政府的不認同 因為他問問題的時候就有提到那個President Trump 然後是一種有點輕蔑的語氣 所以我想他問的問題其實是想問說 就是講得白一點 我的就是比較粗一點的理解 就是川普這種人給你們的東西 你們竟然開心的收下來 這樣好嗎 之類的 所以我的回答是 我覺得先不論我們認不認同美國現在的當權的政府 共和黨政府的一些政策的走向 或者是我們比較認同歐洲的 比如說FDP的民主和人權的方向 但是實質上來講 任何一種形態的支持都是有它的意義的 我覺得 雖然我不是軍事專家 我當時的回答是雖然我不是軍事專家 我沒有辦法很清楚的講 在做為一個公民社會的成員 我當然不是軍事專家不能夠有效的回答 這樣的軍售對台灣的幫助有多大 但是我覺得提供一點台灣內部社會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種形態的支持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有一點 口惠不實 比如說就是站出來講話 這種有點像是口惠不實的 或者是提供軍售有點像是 有點像在收買的感覺 也許在他們的角度看起來是這樣 但是其實對於台灣內部社會來講 這是一個強而有力的訊號 是告訴台灣 像台灣這樣子 目前還在內部的輿論 還有論述上面還是有爭議 然後路線還不明確的社會 其實是提供一個很有效的訊號 是自由跟民主是一個有效而且可行的方向 那雖然他們可能不認同 美國的川普政權的一些做法 但是如果他們想要做的是對外輸出 自由和民主的話 其實任何一種能夠有效的發出這種訊號的做法 他們都應該考慮 是不是應該採取的 或者應該認同 因為在實際上的影響上面 他可能遠比你在那邊 猶豫不決或不知道要做什麼 來得更有效一點 我記得當時的回答大約是這個 我記得 德國 其實對德國來說 他們對美國的看法 我覺得 我的印象 就是看國際新聞的時候 印象一個很深刻 就是之前 美國爆發出那個 Snowden的那個 零進計畫 就揭露零進計畫之後 後來陸續的文件有被翻出來說 就是 德國的總理 美克爾 就是 有被檢聽 然後這件事情就是 對德國人來說 當然就是舉國化完這樣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 就開始對 美國的觀感就是 不是很好這樣 就是他們 就是 因為 德國曾經經經歷過 那個 東西的分裂的時期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很多人都會被 就是監聽或是關注這樣 所以對他們來講 一次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結果後來發現 還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所以他們會對美國有一些 太好的想 看法 我覺得也是就是蠻 所以就是再 再額外補充一下 就是在這一種 比較多人 出現的 的 徵求意見的場合 其實我會 我個人會比較 常 就是 觀察 然後試著 在發言的這一方 稍微 聯合陣線一下 講統統一 戰線好就變統戰 就是聯合一下 方向 也就是說 從他們之前 在 在這一場 聽證會的前半部 他們問香港的 一些問題 會感覺的出來 他們 想要支持 但是又 有許多的顧慮 我自己感覺到的 顧慮可能就是 他們或許會覺得 站出來講話 這好像 並不是很有實質效益的 做法 然後也許要有更務實一點的 做法才行 那 香港的意思當然就是說 其實 在適當的時間 站出來講話 就已經是很有效的 那我也會比較傾向在後面的回答裡面 因為我也認同這個答案 所以我會傾向在後面的回答裡面 找機會再多回應這個意思給他們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種訊息通常都需要 重複多幾次才能夠有效的傳達出去 所以我的 對於軍購這件事情的回答 其實大約也是這個方向 滿同意的 那時候我覺得 就是這種 守護自由民主這件事情 可能還不像現在是一個 像是一個大家已經知道可以這樣講 然後又還有很多人這樣講的一件事情 那個時候感覺就是 守護自由民主 感覺是 可以做 不可以講 就是講出來 好像就覺得好像蠻矯情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猜想是 這些歐路的精英們 或是甚至有蠻多 台灣人也是類似的想法 就是 美國從過去到現在 一直有一種輸出民族的 輸出民族一直是美國的 外交和軍事政策的一部分 然後 不過 過去 美國在做所謂的輸出民族的時候 好像常常伴隨著軍事占領 或是軍事行為 或是商業行為 所以這個時候 這件事情好像就會讓 可能比較偏左的 或是比較 進步派的人 可能會有所質疑 質疑就是說 如果今天跟著 跟著川普和 守護自由民族 或是 把這件事情講得很大聲 變成口號 會不會就 會不會就落入那樣子的 稱號 或是那樣子 之前的那個給人的印象 這樣子 那時候的感覺就是 那個詞疑點在這邊 不過 我覺得 這些歐洲人的反應也是挺慢 就是香港人已經在台上都哭出來了 你們還在那邊 遲疑 就是自己的 就是顧自己的面子 我覺得其實當下 我是有點不爽 大概是這種感覺 我可不可以問問題 好啊 好啊 我們剛剛知道說 那時候 那時候是去年 十月底十一月初 對不對 十一月對 對 那 你說那時候覺得 講自由民主 守護自由民主 好像有點奇怪 可是現在不會 為什麼到現在 其實不到半年時間會有 這種差距 確實有這種差距嗎 這個可能比較像是我個人的 我個人的想法 然後有點投射到大家 我覺得好像 我知道我好像 是不是在那時候 聽到一件事情 就是 我忘記在哪邊聽到 總之就是歐美他們 他們有一個信念 就是他們 他們有一部分人 還是很相信 他們只要持續的 跟中國交流 那 中國是有機會 就是 可以把中國民主化 或是開放 開放主化 這樣 然後跟最近比較 這個是 我覺得大家 都被中國惹 就是 中國這樣騙我們 我覺得這個也是 疫情之類的事情 所以就是 跟最近起來 是很大的反差 這也是我們這一次去的時候 一個蠻 覺得蠻有衝擊的部分 就是歐洲人知道 我們去的那個時候 我都覺得他們還是對 中國有一個 跟我們完全不一樣的見解 不只是 會不會民主化 他們也覺得中國人 比如說 呃 我忘記在哪 我記得好像也有討論過 為什麼中國人 比如說 那個50年的那個合約 他們就很有疑惑說 明明就有簽那個約 又一國兩次嗎 對 對 那個都香港的 然後 我記得好像就有 不少次 我需要跟 德國人討論說 為什麼 中國會 沒有要遵守那個約 是不是那個約 本身有什麼問題 什麼的 但我就會想說 這還 這 基本上 基礎上來說 其實就只是因為中國人 沒有那麼 呃 就是 覺得遵守約定 有這麼重要 或者是 如果有簽一個合約 就一定得遵守 可是德國人 他好像有個概念 就是覺得說 簽約就是簽約了 如果簽約不遵守 那簽約幹嘛 我覺得 有時候 就會出現這種 很神秘的文化衝擊 讓我們那個時候 就想說 哇 他們 預想中中國的行為模式 就是跟我 我預想中的中國 會做的行為模式 真的是落差很大 所以他們就會 不會去 特別先預期說 比如說 特別覺得中國 可能會很壞 或是說謊 或是 在華為的世界裡面 都不會特別 覺得 中國有什麼理由 需要在華為那個設備裡面 安裝一個後門 我自己那個時候都感受 我還相信 中國可能是 可以相信的 可能只是美國在那邊 挑剝離間而已 所以就回到伊莎被剛剛問的問題 就是 為什麼 覺得為什麼會有 這麼大的差異 就是那個時候 可能覺得韓 自由民主 這樣 什麼 自由民主的戰士 什麼站出來 這種 這種感覺 為什麼現在就感覺好像比較可以了 嗯 我 自己覺得 就是一個 那個時候感覺就是有點在 試試看 然後 看看這樣會不會有一點就是 因為我覺得 對一個台灣人來說 反中這件事情是我們 是 是我們建立 是我們國家正常化 然後建立主題的一個 必要的策略 就是必要的做法 這樣子 那 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在國際上尋求支援 那個時候其實不是很確定 然後 然後 譬如說我們自己國內選舉的時候 其實一直會講就是守護主權 守護主權 可是比守護主權 可能還要更 明確的就是守護自由民主 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譬如說蔡英文的選 競選 就是口號也有慢慢的往這邊 收容 然後 或者是 台美外交上的用語 也有 就是也有 慢慢的出現 就是 譬如說台灣是民主價值的燈塔 什麼什麼之類的 這種好像以前覺得蠻煽情的說法 然後 譬如說在跟美國的基金會的人接觸 或在跟歐洲人接觸 歐洲基金會接觸的時候 那個差異其實蠻大 就是美國人會很直接的挑明說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很積極的想要找台灣合作 就是因為台美是一個共同 就是擁有共同價值的夥伴 然後這個共同價值就是自由民主 然後再來就是現在我 我也感覺到就是 自由民主好像變成台灣文化的一種 其中一個核心的價值 就是可能會大家會問說台灣文化是什麼 然後現在可能 越來越多人會直接回答 自由民主這樣子 就是雖然 可能不會直接講說這就是全部 可是好像會 好像會 現在好像蠻多人會直接講說 這是一個不可或缺的 台灣文化的一部分 我覺得是不是跟選舉結果有關係啊 我覺得是不是經過選舉之後 確認OK 我們確實大多數人是認同這個價值的 817萬的確是一個 就是一個 確認 可能不會直接講說這就是全部 欸 這位新加入的朋友可以 對 可以那個 他又不見了 好 我可以先幫他mute一下 不過他現在人又幫我離開了 又不見了 好好好 所以如果他竟然有聲音的話 我就幫他mute一下 對啊 我覺得選舉前就是一種 找盟友的概念 然後817萬當然就是確認有 有這麼多盟友 不過這個也是應該也蠻有很多種原因吧 嗯 這就不在這邊談好了 所以那天他們有 就是議員們有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要我們預測一下台灣2020的選舉 就是 那時候去的時候是去年的11月 然後那個時候 我的確有點 就是 感覺好像隔了很大一個山一樣這樣 就是 我還記得我去年11月的時候被問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 超難回答 真的不知道到底情況會怎麼樣 然後現在 又是另外一種看法這樣 所以的確那個共識也是 應該會 的確是在那一次的選舉結果 這一次的選舉結果之後 有一個比較進一步的確認這樣 那 關於這個 section部分的話就是 呃 自由民主黨外交政策委員會 我們做 交流 這一個部分的話 大家還有什麼想要補充的嗎 我可以問問題嗎 繼續 請問 歡迎 歡迎 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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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 我想問說 其實你們剛剛提到很多問題 那如果 就是 這些問題 如果現在再來問你們 你們有沒有什麼想要重新回答的 當然有啊 這個問題超好的 那我先回答 就是 地方可以講 想講很久了 來來來 有時候可能就是要過去 因為已經 從11月到現在終於有機會了 就是 那一集 原來 就送自己 好對不起好 你們講吧 就是 有一集就問說 台灣跟美國的軍購有什麼看法 然後 那一集 我當然就是 當下被問到的時候很shock 然後 回去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這個問題 我回答不出來 然後就 網上查了很久 就是 其實還有一派的人 認為說就是 很多人都大家都 很多其他國際都在看 台灣這次 那次跟 美國的 軍購案 這樣子 然後很多人也提出一些 應該怎樣做更好的建言 那其中我找到一個 我覺得最 我也很 讚同的一個宣言 就是說 其實除了就是 金錢上的交易買軍事武器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是不是有一個 可以定期或是 常常舉辦的軍演這樣子 如果是以軍事的部分的話 就是說軍事演習就是什麼 台灣 台灣 美國 聯合軍演這樣子 像 像 我記得 日本跟 日本 然後韓國 然後 就彼此都跟 美國 偶爾都會有軍演這樣子 當然我覺得這個 就是 其實重點就是要有 connection 這樣子 就是說 如果你只講說我要用 花錢的方式 得到connection 得到跟國際的connection 我覺得 是一種方法這樣子 但是其實對台灣來說 就是對任何 國家來說 就是要跟其他國家保持 更 就是想要建立更多 然後不同管道 各式各樣的connection 所以 如果是我的話 可以回答 後 當天其實會想要這樣回答 然後 就可以帶到後面 就是 現在台灣就是 有一直在推動 就是想要 永續 就是要配合那個 歐盟的永續發展 目標 SD GS 就是那些項目 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在國際上 彼此 那這樣子的connection 可能就會 遠遠比 一個單一 一個軍購案來說 更有的效力 這樣子 所以那個是 可以的話 我希望當時可以這樣回答 那其他呢 還有沒有人想要補充 好 所以 我想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 嗯 這個地盤子我覺得很棒 好 沒問題 可可 欸 站中沒有問題了 好 好 下一 然後所以 呃 我記得那個 那天是早上嗎 所以我們下午的話 就是到FNF他們的辦公室 然後 就是FNF他們有很多來自 各方的成員 然後 所以就 就是一次都在FNF的辦公室那邊跟他們對談 這樣子 然後 一位是Joseph Joseph Joseph的話 是 做 政治方面的 創業嗎 他之前他就是叫 他之前在那個 奧地利創了一個檔 叫做 Nios 之類的 嗯 對 然後 我對Joseph 對 印象最深刻就是 因為我們都會 製作自我介紹 然後 我就 我們就介紹說 我們是GNV的參與者 然後GNV是一個社群 community 這樣子 然後可是他聽完 嗯 是一個社群不是一個組織 對 是一個社群不是一個組織 然後記得 然後我們講了這句話之後 然後後面再補充我們GNV 就是GNV做了哪些事情 做了哪些事情 然後他就一直問我們說 你們應該是組織吧 不是community 這樣 然後 沒有他不是問 他就說你們 你們其實還是一個組織 只是你們的組織方法不一樣之類 然後 我們就是忍 我自己都要 就是忍住了沒有翻白眼 蛤 你會 沒有我覺得就是 我倒是不會到 翻白眼 就是 我只是覺得說 要解釋這件事情 其實真的蠻難的 這樣 對 你說解釋去 不會啊 就是要是我 不會告訴別人 別人的組織是什麼 因為我沒有在別人的組織裡面 然後 如果是這樣想要的確 有一次也會有一點 如果是這樣想要的確有一次也會有一點 就是被 被定義的這樣 有一點點 被教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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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就是 就是笑笑的 聽別人的 就是德國人的直接嘛 他有點想要尋求認同感 就是 欸我們好像是不是很像之類的 喔 翻白眼 嗯 對 然後就說 喔 interesting 可以 沒有啦 當時我是有回答他 我們所謂的 不是一個組織 是基於什麼 意義上 不是一個組織 對啊 然後又舉一些例子給他 理解理解 對 就是 一個 一般正常的回答 呵呵呵 呵呵 呵呵呵 因為這的確不好 不好理解嘛 對 他有說明他認為的組織的 組織是什麼意思嗎 他的 他該不會是 只要有人就是組織 應該 嗯 你知道欸 他好像沒有講 喔 他有說明 我記得 我記得他寫了一本書 所以 應該是用他書裡面的 論述的框架 呃 我印象中好像是說 G0V只是一個 呃 組織比較動態 然後 流動性比較高的組織方式 的樣子 呵呵 對 那 對 但我的 我就是回答一些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說 會 呃 是project based的組織 所以每一個project 會重組一次 或是會改變自己組織的方式 那 但是每一個project 本身的運行 還是一種組織 然後這整個 依照project 呃 自己生成一個 新的組 組織架構的 整個東西 他還是一個組織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對 那我 所以他有在書裡寫過 關於G0V的事 呃 好像不是關於G0V的事 但是他有歸納幾個 呃 這個community不是組織 因為幾個 至少因為幾個特點 比如說我們 不能作為全體的代表 我們community裡面沒有代表人 然後我們的community 非常難定義邊界 所以你很難說 整個community裡面有多少人 然後 呃 有哪些人在裡面 有哪些人在外面 那因為組織的 本身 組織的這個東西的定義 本來就是一道界限 就是誰在組織裡面 誰在組織外面 應該是要有更明確的定義的 所以 呃 我就是 大概從這幾點 給他一個正常的回答 說為什麼我們 認為我們不能算是一個組織這樣 嗯 我覺得也有可能是 我們不理解 他的語言裡面的組織是什麼意思 他不理解我們的語言組織裡面 是什麼意思 就是跨語言的溝通上 怎麼會有 我們習慣怎麼用 他們習慣怎麼用 這樣這些差異 嗯 我覺得要是我是他的話 我就會更 先問問看對方的意思是什麼 而不是直接說 你們其實還是一個組織吧 這樣 嗯 對 很好 但我覺得 這有 我覺得他還有問說 嗯 呃我覺得這 就有點像是 對 德國之聲的記者 問尖銳的問題一樣 其實也還好 想到就好害怕 對 對 貝斯你還要補充什麼嗎 我覺得他還有問說 那你們覺得你們有可能 就是你們這個形式有可能 就是 變成 是一個政黨 然後再一個 政治體驗做話 之類之類的 有 有人回答他嗎 就是不斷地想要嘗試 就是不斷地想要嘗試 那個 JV到底 可不可以 新主 或是一個政黨 我不太記得他問的這個問題 我們怎麼回答 但我有記得他後來問到一個 也或許是相關的問題 就是他覺得 呃當一個團體 一群人想要推動某種政治議程的時候 通常那就會有路線跟時程的 的因素 啊 或者是推動某些計畫的時候 假設他是更 有時程表 然後有更需要動員力 然後去推動某些議程的話 那可能一個更 固定的組織架構就會開始出現 然後就會進到這裡面 然後就會漸漸的變得像 傳統一點的政黨 或是傳統一點的 政治團體的這樣的組織 那他認為 就是其實像 G0B這樣的 community 可能 是因為我們的 許多的project 不是那麼 有既定時程的東西要推動的 那如果有既定時程要推動的話 他認為這就是既定的時程跟議程方向 就是需要團結起來的議程推動方向 他認為是最大的因素 會讓一群人開始長出 比較固定的組織架構的 對 我記得他有特別 這當然也是他書裡面的 我記得這也是他說他書裡面的論點 對 那這我有 這我有好好回答他 就是 我的回答是 G0B其實有 G0B其實有 有 有那個 有時程壓力的專案 有時程壓力的大型專案 譬如說 G0B Summit 就是一個 有確定的時程 然後 不能夠 就是 不能夠fail掉的 就是fail掉的影響會非常大 然後需要同時組織 至少一百多人的一個 一個大型專案 然後我們在那個情況下 的確會長出一些 組織架構 但我的回答是 我認為時程跟 時程壓力跟 跟運動的方向 倒不是 我們希望長出組織架構 最主要的因素 我反而覺得是 accountability 就是 我們在專案裡面 常常是由 某種程度來負責一個專案的 責任 就是褐責性 我們把它要落在一個坑組上面 但是在 更大型的專案 然後也需要有更多細部的分工 還有更多複雜的 因素的地方的話 我們會希望 有一點組織架構 是因為我們需要褐責性 那我覺得這其實是 對我來講 是G0B需要 在某些專案裡面長出 組織架構的 更重要的因素 然後其實這也是 我覺得很多政治傳體 應該是要這個樣子 大概 我記得有這個回答 有這個對話 就我那天記得 在FNF辦公室裡面 就來了 還蠻多人 然後我們就是輪流 跟他們做交流 然後Joseph是其中一位 然後還有一位是 他是 他是工程師背景出身的這樣 然後是 呃 國會的 資安的顧問這樣子 然後是 叫 Johannes 應該是這樣唸吧 Johannes 有點忘記了 對 然後 Johannes Johannes Oh sorry 對 所以 我記得就是在跟他們 跟他對談的時候 就是我們就 討論到很多跟科技有關的部分 這樣就是 像香港的朋友就有談到他們 因為反送中事件 然後所以很多人就不用 他們的巴達通卡這樣 那巴達通卡就是 英文叫 Octopus Card這樣 就是他們的大公共運輸最主要用的卡片 這樣子 那很多 也跟Yoyo卡一樣 就是現在購買啊 什麼的就是都可以用這個卡 可是就是怕被Track 所以很多人就不使用了 這樣子 然後 還有談到一些 呃 情感識別啊 就是說 呃 連不辨識的部分這樣 然後 呃 我印象最深刻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就是 Johannes 他有分享一個 就是其他國家在抗爭運動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個 呃 就是 因為就是怕自己的智慧型手機 就會被拿 被拿來當Tracker的工具嘛 所以就是 他們就是 團體抗爭的時候 就接受民眾的 捐 捐 不要用的手機 然後你就有一個交換站 可以去 phone swap 這樣子 就是馬上就換 就是馬上 想要換就是換這樣 然後換 換手機這樣就可以達到 不會被Tracker的 的狀態 那手機的話 現在的確也可以 呃 就是有一些 的確 價格並沒有那麼貴 這樣子 或是大家已經沒有在用的 捐出去 我覺得 這個在抗爭運動上 的確 那時候我第一次聽到 所以我還蠻驚奇的 我也覺得這個是非常可行的一個方式 這樣子 對 Yohannas是個可愛的阿宅 對 沒錯 對 非常friendly 我也覺得方式化超酷的 那大家還有記得有哪一些 跟他的討論嗎 我記得他在會後好像很開心的跟哪一個人在討論一個技術的東西阿 然後討論到滿臉通紅 是通訊軟體嗎 可能是吧 我有點印象不太深 有點忘記了 像香港 反送中世界的話 最 用的最 大量的通訊軟體是 Telegram這樣子 可是如果是對 德國人來講的話 就剛好反過來 因為 對德國人來講 他們對 俄國 就是來自俄國的產品 就會有很多 顧慮這樣子 所以Telegram是來自於俄國的嘛 所以他們就會有點 不是那麼的放行這樣 覺得說會被拿來當作監聽的工具 但是他們相信中國 可可 你是說5G的那個部分嗎 對 對 這就是地緣政治 就是大家身處在那個位置的時候 就是看到的 看到的 比較遠的敵人是朋友 對 就會有 就會有不同的想法這樣 敵人旁邊的敵人是朋友 所以真的是會有點不太一樣 而且不得不說 中國大外宣真的蠻成功的 用交朋友這件事情來滲透 真的是無敵 因為你反對他 你還會被人家做人很不好 這個我就很難想像 就是說他們跟歐洲的國家是怎麼樣 這樣 焦慮 這樣 焦慮 嗯 他們從 開孔子學院開始啊 喔 對對對 所有學中文的人都先被洗過一次腦了 喔 我可以這樣講嗎 然後 可以啊 你不論到哪裡去 我記得我到 非常偏僻的 喬治亞還是哪裡啊 反正我到每一個歐洲國家都可以看到那個 就是 央視的國際談 CGTN 對 無一例外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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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會找 那個有教授抬頭的人來談中國的民族 你真的會覺得很 難以置信 時空錯亂 對 真的 中國的民族是在哈囉 對 會有一種 蛤 我會有一些生 生理反應 就是會覺得這太惹心了 怎麼可以這樣 我剛剛想到一個很糟的比喻 就是像在談 在談新竹的美食 欸 哇 啊 啊 你這樣真的不行 請你再來煮北一次 對不起 因為我個人正在台南 對 講完麥克風就丟下去 呃 搶 搶 呵呵 可是新竹 至少在我住的那九年裡面真的沒什麼好吃的 確實 好好好等一下不能不能等一下等一下 德國柏林柏林 欸對對對 繼續回到柏林的現場 好的 所以FNF那邊辦公室那邊跟很多人對談這部分大家還有想不想要補充了嗎 嗯 我記得 那個資安專家有講到就是德國這邊也有很多 德國這邊也有一些訊息 對 有一些issue要處理嗎 就是他們有提到說西門子啊有在就是新疆那邊提供監控的科技啊這些事情 然後或是在香港的那個 那個所謂智慧登柱 呃 因為有點久了 之前了 不過 我記得就是 哦對 因為在筆記裡面有寫到就是西門子也有參與智慧登柱的開發和那個 DEPLOY這樣子 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都是 德國人可以做的嘛 因為這是德國公司啊 那對我來說 SDP的藝人一直問我們說 我們希望德國人幫我們做什麼 就讓我覺得他們好像沒有在做功課的感覺 嗯 嗯好 謝謝 好啊那接下來我們就 呃 就是那些天是第二天嘛 然後我們接下來時間就到了晚上 然後晚上的話我們就分成兩組人 一個是 因為其實在第三天的時候就是整個活動的重頭戲就是 會有一個hacking democracy summit的 就是會分軌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邀請來賓talk 這樣子 然後 所以 有一個活 一邊的活動是 在辦一個summit的夜前夜嗎 呃 不是夜前夜就是會前夜這樣子 然後有一個交流的晚餐這樣子 然後是PM5跟 志浩兩個人去的 那剩下我們三個人的話就是去 一個也是FNF舉辦的是 艾未未的新書發表會這樣 那 我就先直接講一下就是艾未未的新書發表會 就是艾未未的話是 呃 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話是一個行動藝術家 這樣子 就是他就是在 呃 中國那邊算是一個異議人士這樣子 然後後來 就是 呃 就是有被 有被中國政府那邊壓迫這樣 然後後來就是輾轉到德國那邊定局下來這樣子 然後那天晚上的話 剛好是他的新書發表會這樣子 所以我就直接 直白講一下那個新書發表會 我的想法是什麼好了 就是 就是 呃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這樣子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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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還蠻空泛的這樣子 然後 他在抱怨國立 對啊 還是Bass你要講 我覺得那段對我來說 很奇幻這樣 就是完全沒有 你進入了一個異世界 對 他用什麼 就是 他 呃 有 他用英文 我記得是講中文然後有翻譯吧 對不對 呃 我有忘記了 但是 就是主持人是想要 想要就是 問他有關於中國的一些問題 例如就是 ROA之前曾經被 被 流放到新疆 是這件事吧 然後 然後 主持人就問他說 那你對這件事情 有什麼看法之類的 然後 然後 他會就開始 就是 主持人都會問他一些 跟中國有關的問題 但是還會不會他都已經 我覺得 在我聽起來 是有點 想要閃避 這個問題的狀態 就是 例如他說問他新疆的問題 然後 他就會說 他就會開始 講說 他在新疆的時候 他跟爸爸什麼 什麼 就是 就是完全沒有想要 正面回答主持人的問題 的意思 然後 我覺得主持人 可能有點想要引他 就是 罵一下 中國 但是 就是 艾薇好像就是 反正 一直想 反而他 罵柏林的時候 還罵得比較直接 就是說 而且他那時候還罵法國 最一向政策是 因為那時候 法國總統 從那個什麼 法克宏 倒好在中國上海 因為那個 黃碧度開 然後 然後 然後他就開始 順順念說 就是那些人根本就不懂藝術 就是 那些人根本就不懂藝術 然後 反正中國人只要砸錢 法國人就會 就會 就會認同那些藝術 什麼之類 就是 他就會說 法國人就是收錢 然後那些東西根本就不是藝術 之類之類的 然後他也一直抱怨得柏林 因為柏林什麼 柏林人找到特輯太快 然後他就覺得很誇張 之類之類的 然後他說 柏林人 對啊 反正他就一直抱怨 那就這樣 好奇怪的 有一個event 但是那個event 就是 我記得 就是台下的 聽眾都還蠻 好像還蠻 就是 很喜歡的 這樣子 很喜歡 所以我覺得會很 很奇幻的感覺 主要是因為 就是他講的東西 我覺得 我 好像沒有什麼興趣了 就聽得快沒有興趣 然後 可是台下的觀眾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 聽得 聽得非常的仔細 這樣子 然後 他就是講很多幹話 對 可能是這樣子 對 所以那次的 這次的活動 後來回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 就是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就是 在繼續前面講到 那個狀況 就是很多時候 因為 物理的距離 跟 跟很多的距離的關係 所以 東西方 或是各個文化之間 看待彼此的方式 就不太一樣 這樣子 然後 所以我覺得就是 可能是因為這樣 然後造成那樣子的差異 所以大家 呃 在 在德國那邊的聽眾 他們的看法就 好像有一種崇拜的感覺 這樣子 然後對我來說 我就 感覺不出來 到底崇拜的點在哪裡 這樣子 是一種新鮮感那種的嗎 還是一種 也有可能是一種新鮮感 可是 我記得那個時候 大家都拿他的書 然後找到簽名 好像還蠻 還蠻粉的啊 這樣子 就是很粉絲 OK OK 粉絲見面會 握手會 對 所以剛好 我記得後來之後 也有看到一些 呃 美國的新聞在談說 就是 呃 談東方神秘主義 這樣 就是對 對美國人來說 他們 他們想像中的東方 就是會有一些神秘主義在裡面 這樣子 然後 所以可能就是 會有一些瑜伽的 瑜伽的用詞啊 或者是 什麼 心理殘袖的用詞 他們就會很 很很 HOT 就是 就是有一些東西 會在台灣可能 在 在 在這邊 沒辦法sale 可是 跑到另外一個國家 不同的文化就變得非常的 popular 這樣子 所以 我一直覺得說 可能是因為我沒有在 不是 不是在其他的文化生活 所以我就沒辦法理解 為什麼 大家好像很喜歡 艾薇薇的樣子 大概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 OK 劉霞 對 劉霞 也有來 聽這樣子 嗯 所以 那天的活動大概就是這樣子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有趣的體驗 我們還在合照 嗯 就這樣 就 好啊 那就是另外一邊的話就是 直浩跟 PN5 就是 會前夜 跟其他各國的講者交流 沒有什麼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嗎 欸 我吃了牛排 那還不錯欸 對 嗯 我覺得 跟我同桌的其他三個講者 他們好像都已經認識彼此了 所以我就覺得有點難插上話 因為他們就會說 喔你之前之前在哪一個哪個城市之前做的做的那個 我覺得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就在房間 吃我的飯這樣 不過我們那時候後來也是聊到蠻晚的欸 至於聊什麼我覺得 參加這種會議的晚餐啊晚宴 聚會酒時間 通常都是small talk 就很少人 會 在這樣的場合繼續講 比如說繼續講我明天要發表什麼 或是講我的工作 通常大家都在catch up 然後建立非正式的關係 然後 交換名片甚至都不會 就是 大家可能會說 Hi 就是用first name來介紹自己 oh I'm from Taiwan 然後blablabla 然後 就問一些 跟一層沒有關係的問題 就是 對阿建立非正式的關係 我那一桌的其他三個講者 呃 一個 一個 那個 Smriti 對不起 我真的不太會念印度人的名字 他是印度的律師 然後 還是有找機會 自我介紹的時候 記一下 對方在做什麼啦 然後他做的是那個科技政策方面的研究 那 因為之前在 那個 RiceCon 還有在一些那個 曾經去香港參加過的一個會議 也遇到了來自那個印度的AI政策研究的律師 所以就提了一下那他們剛好認識 所以這種 呃 共同認識的朋友就比較可以拉近一點關係 然後 了解 多聊一下他們在做什麼 那其實印度 呃 有蠻多律師的 選猜在投入科技政策的指定的 呃 包括研究印度特殊的 呃 議題 比如說 總心制度在 呃 現代的科技政策裡面 會 會 可能會 讓 比如說 呃 某些公平性的問題要怎麼 怎麼解決 然後會遇到什麼公平性的問題等等 之前的 呃 跟他們 經常會討論到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 遇到印度來的 跟科技相關的律師的時候 都可以 就是拿這個問題敲他們一下 看看他們有什麼反應 呃 我講話會不會聲音太低 不會 不會 喔 喔好 對 我陷入思考的時候 講話聲音就會越來越低 好 然後另一個 Christina是來自羅馬尼亞的 那她是在做媒體試讀跟 呃 就是媒體 就是journalism 就是新聞報道 這一類的基金會跟運動 那因為羅馬尼亞就離俄羅斯很近 所以在那個地方做新聞 工作其實是有危險性的 然後 就在 中間就有談到一些她 她的這樣的經歷 那因為 剛好因為 呃 我們 就跟Code for Romania 也碰過幾次面 然後也 聽說過一些Code for Romania 做的那個資料新聞的 的工作 不管是工作坊還是專題 所以就有 就是 就是 順便問一下他們有沒有合作過 然後他們剛好有合作過 所以就比較能夠 呃 答得上一些話 對 那第三位那個Felix是 來自尼加拉瓜的人權工作者 那他就不太需要跟他答上話 因為他會一直講 所以 所以就是 他是一個 呃 在尼加拉瓜 原本是律師 然後 然後 因為人權運動 的關係 就被尼加拉瓜政府驅逐 出境 然後現在 呃 那個就是在美國 呃 會一直講的一個 的一個運動 所以他就 他會 呃 一直講他的故事 然後 呃 也會講很多有趣的笑話 所以其實 呃 small talk的 的工作 他就會 負責很多 那就比較不需要那麼用力的跟他們 就是 想話 手手這樣 就是可以 多彼此了解之後 就比較可以 呃 在旁邊微笑聽他們講話就好 對 大概是這個情況 但是後來幾天的議程 我都沒有 在那個 呃 session裡面碰到他們 所以就沒有在 在接觸到他們 那個 呃 在議程裡面講的東西 那 Christina跟Felix是同一個議程的 所以他們應該就是會講到 新聞自由跟言論自由方面的議程 但我沒有去那個session 所以就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對 大概是這個情況 OK 好啦 既然就提到那個 後來隔一天那個 我們就直接 呃 把 時間拉到就是 後 最後一天就是 呃 summit hacking democracy summit 這樣子 那他們summit的活動的話 主要 呃 我記得的話主要就是有三段 就是第一段的話就是 opening 就是他們的FNF的主席 有來 在致詞 然後 那個 AU也有一段 遠距離 遠端 預錄的致詞 這樣子 然後 接下來的話 他們也有邀請一些 邀請 各黨派的議員 然後一起來 我覺得像辯論會吧 然後就來討論一下說 就是議員跟 需不需要 或是怎麼經營社群媒體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分軌議題了 然後主要的方式就是fishbowl這樣子 所以我記得至少有四鬼吧 我有點忘記總共有幾鬼 然後我們就忍 我們大家就是總共一行五個人就 打散到各自的鬼這樣子 嗯 那 我們就直接從 反過來討論 就是分軌議題的話 PN5的話 有想要分享 你參加的那個議題鬼嗎 嗯 嗯 我參加的那個議題鬼是跟之浩同一個 然後一開始是 啊 是 之浩在裡面 嗯 就是內圈的一部分的 的 起頭的發言者 然後我坐在外面 比較一開始做記錄 那 嗯 嗯 我對那一場的一般性的印象是 嗯 我覺得還 那場的成員 呃 還有 進行的狀況蠻 蠻可以 蠻可以代表 那幾天我在波林 那個活動 前後參訪 觀察到的 的情況 嗯 因為他本來 那個Session本來 預計是一個魚缸式的討論 就是Fishbowl Fishbowl的意思就是 嗯 沒有既定的講者 但是中間有一個發言的座位 那任何人想要發言都可以進到中間去 呃 把正在發言的那個人 坐在座位上的人換下來 然後講他的意見 那就可以每個人都有發言的機會 回應的機會 但是彼此不會就是搶著發言吵架 然後有一個很明確的空間上的提示 空間跟視覺上的提示 對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還是安排了 呃 Ana做Moderator 就主持人 然後有 呃 我記得是四個人吧 呃 坐在中間 所以就一開始的自我介紹 就是每個人就自我介紹一輪 然後Moderator講一下話 所以就講了四十幾分鐘吧 對 所以 對 原本是個Fishbowl的自由頭 就是變成一開始 呃 就很自然的 呃 由一個座談的形式展開了 所以最後大家就有點沒有 呃 進到Fishbowl的情況 那 就就需要 我就 我就去敲了一下 呃 只好然後 然後 換我進去講 講一下話 然後再 再偷偷的透過 呃 signal還是 slack queue一下 只好再把我還下來 因為我不想坐在裡面一直講話 哈哈 那 呃 但其實一開始的那幾個panelist的安排 很可以看得出 這個session 呃 呃 有兩個來自香港的運動者 也在那個session 那還有一位來自塞內加爾的 的女士 跟一位在柏林的CC Lab工作的男生的德國人 所以 其實我們這幾個國家 跟這幾個地方的的情況會差非常多 因為呃 很明顯一般的印象就是香港人 他們在當時還一直延續到現在 他們就是街頭的運動者 就是就是他們的全部的行李當時 就是這一段時間都會在就是street fighting 就是真的是街頭的戰鬥 然後他們對抗對象是一個呃 極權的呃的政府或是呃不民主的政府 那他們在想的事情其實就都會是呃呃 呃 街頭上面要怎麼樣呃 推進或是在怎麼樣保護他們自己跟周圍的同伴 然後怎麼樣呃呃 就是維持他們目前的可以說是戰果 對 所以呃這種訊息其實對於呃呃 對於不是在街頭的人 不是在街頭運動的人 其實有點難難消化或理解 就不不要說是台灣好了 就我相信對德國人呃 呃坐在旁邊聽的德國人他們可能很多沒有辦法很了解 那包括我也沒有辦法了解 比如說呃我記得他們在中間有 好像有那場好像有一個問題是呃 其中一個呃香港的運動者提到在街頭呃會有黑警呃 呃假扮成抗爭者混進去 然後呃做一些挑釁或騷動的的行動 那但是就有好像是有觀眾旁邊的人問到這一件事情 但是我記得呃其中一個其中一個抗爭者就說 他覺得在街頭上的時候其實那樣的那樣的黑警是很容易被識別出來的 雖然你你講不出來他呃呃有什麼明確的差別 但是當你站在街頭上就是你習慣了那個那個環境裡面的人應該會有的樣子的時候 那樣的黑警其實是很特殊的就是你可以一眼就看得出來 那那我其實沒有呃呃沒有當下沒有辦法呃呃判斷他的他的這個講法是呃呃是怎麼樣 雖然我是蠻相信他他這麼說的 但我也沒有辦法知道他自己覺得他的判斷是是準確度有多少 對但那這就是這就是一個例子是說呃呃我想的確對香港的情況是呃他們有很多經驗呃呃還在呃呃還呃呃有點困難去去傳達出來 那呃呃那在那個session就是他們其實在做的事情前幾天被問的時候也是這樣 他們其實在做的事情就是試圖呃呃呃呃用語言傳達他們那種很難傳達出去的經驗 對那那另外一個極端其實就是那個德國的在citylab工作的人 因為他就是呃呃呃可能我我他沒有發他沒有發言太多 但是我從他的工作和他發言裡面講的話所表達出來的意思是似乎他並沒有 對這個街頭抗爭這件事情有太太近的距離就這對他來講可能是一個他或許覺得自己不適合發言 或者是覺得這本來這這的確距離他當時的經驗有點遠的一個情況 因為他做的事情是在呃呃柏林然後呃clab做的是資料就是開放政府開放資料 然後運用資料做做就是透過政府的開放資料做應用 然後還有經營經營社群跟經營co working space這樣的事情 嗯那他呃呃呃所以他一開始自我介紹的時候其實他講的是呃呃 他講了他其實對於呃呃呃他們其實從GIMB的專案裡面得到許多的靈感等等的 但是他其實也有說到他很也清楚的意識到自己其實是 他们其实是在一个很不同的位置 或是层次上面 层面上面工作 因为至少在柏林 或至少在德国做这样的工作 他们是享有人身安全的 那他们能够去 在体制的保护跟范围内 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对于他所分享的经验来讲 我想他讲的主要是 他觉得 我记得他有讲到一个东西 我有特别想要回应 当时有特别回应的是 一个物理空间的重要性 虽然是处理资料 跟处理数位参与 或是网络参与的事情 但其实一个物理空间 像郡林业大松这样的物理空间 人可以面对面的讨论 其实对这样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自己也会觉得 这其实是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 相对安全的体制里面 我们会比较能够去发展 跟去投注行李的事情上面 但是相对于此的 当时的香港街头 其实就没有更多的雨例 去经营这方面的结构 各家的网络 那所以其实我当时的感想就是 Anna在安排这些panelist的时候 其实就有点像是 德国的City Lab的朋友 和香港的朋友 是在很极端的 是在很极端的不同的情况 然后台湾有点像是站在中间一样 因为对于他们来讲 可能G0B是一个 又有一点香港那样的 Gorilla Fighting的 或Street Fighting的 那种街头的性质 但是也有很多 就是相对安全的基础建设 跟法治 然后我们可以去发展 我们的Community 所以也有跟德国的情况 相近的地方 所以对他们来讲 可能是一个比较 能够互相交流经验的对象 就是我们有一些 德国跟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 他们没有的东西 他们可以学过来 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 能够从G0B的专案 得到很多的灵感 是这个原因 那台湾的话 或许就是做个 粗糙的类比的话 台湾在或者G0B 在几年前在318的时候 可能对很多人来 对以前的 几个月前的一些人 或很多人来讲 香港的反送中 其实的情况 其实跟台湾的318 是相呼应的 所以台湾其实在G0B 刚起步的那几年的情况 或许跟香港的 现在的情况 是接近的 就是当时的G0B 其实是感觉上 是有一点街头的性质 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的 喊出来的话 可能是财政府 财政府原地重建 那这个口号 其实它本身是有一点 街头抗争的 的倾向 或意味在的 所以当时也有跟一些 的街头的 那一些运动的MGO 倡议的MGO 因为这样子而有合作 或许是因为这样子 而合作 那在 那当然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其实如果去这样子看G0B的位置的话 或许就可以理解是G0B慢慢的 从刚开始的接近香港抗争者的那个阶段 慢慢的进到了一个相对安全 然后我们可以比较相对安全 而且规模相对更大一点的状态 然后我们渐渐的往 德国这样子比较 比较 逐渐的有一些清楚的法治跟规划的社会 移动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比较重视 社群的经营 社群的治理 社群的开放治理 等等的这样的议题 那 会不会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会失去一点当初的接近抗争者一点的性格呢 这是我想一定会改变的 所以这免不了 但是我们会保留多少这种想要抗争 想要改变社会改变政府的成分 这就比较难说了一点 这可能就是要看我们社群会进展到什么情况 那最后一个塞内加尔的情况就是一个 如果是去国际上面会议上面交流的话 经常会遇到的情况 因为塞内加尔是完全 在台湾可能比较难接触到的一个模式 因为那位女士是做在一个NPO工作 然后所以她的工作就是在非政府组织的框架底下 然后她们提供 她提供的是对她的在地的人提供资讯的训练 资讯技术的训练还有服务 那她具体来讲她做的是Innovation Space 就有点像是好想工作室这样 但是她并不是 就我的理解她并不是盈利的Innovation Space 也就是她是接受国际组织的资助 跟国际组织的资金去投入到这边 做那个地方 可能可以说地方创生吧 虽然我觉得这个词套在他们的环境 应该会很歪 但大概就是这种概念的一种东西 所以她其实做的工作就是对当地的人 示范跟教育训练说技术科技可以帮你 有什么事情 然后你们生活上或是生活上的困难 可以怎么样透过科技来比较容易的解决 然后等等的这样的工作 推动这样的工作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一个 在台湾比较难接触到的模式 是因为其实这种国际组织的援助 很难尽到台湾了 因为台湾本来就不在联合国的架构底下 这是一点 然后再来是台湾经济上面 并没有那么在很多 大家重视的地方并没有那么匮乏 当然我觉得在一些 大家没有那么重视的地方 可能是有匮乏的 所以可能其实国际组织的援助 不会那么直接的进来 但是国际组织是有很多是在 其他国家 不管是非洲或东南亚 都有这样的大量的这样的program 所以其实这个是在 国际会议的场合容易遇到的 那对另一个重点是台湾 其实有很多工程师 相对来讲有很多工程师 我会怎么说是因为 在那个session结束之后 那个三年假如的女士 对我讲的G&B的工作很有兴趣 她就特地跑来问我 然后她问的是 你们怎么找得到这么多的工程师 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 我之前完全没想到这件事情 刚刚分享的时候完全没想到 所以我就结结巴巴的跟她解释 因为台湾有开源社群 然后有本来就有资讯业 然后对等等等等的 所以我们的那些工程师 就其实都是voluntary 就都是志工 然后她就 一副了然于心的感觉 就是我猜想 释怀了 释怀了 对释怀了 在不同的国家 是有点难复制台湾的这个情况 所以她也是一个很会见到 然后很值得去了解的一种模式 因为我觉得占的比例还蛮高的 对 那就是那个session里面 我们其他的几个panelist的情况 那后来有一些人再上来讲 发言 我就没有记得那么清楚了 所以就 就如果有人想要补充的话 可以再补充一下 那不过我最后想讲的 就是这几个panelist的设计 就或许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Anna在安排这个session的时候 她想的可能就是 作为一个展示 就是其实 fishbowl 我们当然 panelist互相学习 不同的国家在做什么事情 可是对我们来讲 其实如果是回到 我们自己关心的地方的话 跟我们 就是相对的 那个环境差太多的地方的经验 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 很快的带到我们自己平日的工作上面 就比如说我讲的 橘领币的模式 对于三年加尔的律师来讲 可能就 没有那么直接的效益 对 但是这个panel 我想对于坐在旁边的 来自德国的柏林的听众来讲 就会是一个完整的 比较相对比较完整一点的 一个session 就他们可以比较容易看到说 就是同样是科技与运动与公民社会 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会上成什么样子 然后也比较容易理解 那个德国在 或他们关心的地方在在整个全球的公民科技里面 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位置 对 那对 那我觉得这个 有点像是 因为刚好三位summit的 今年summit的召集人都在 所以其实有点像是前几届的summit的意图 就是引进不同的国家的公民科技的经验 或者是city hacking经验 然后来让大家比较有一个概念说 台湾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特殊性 特殊的位置 因为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那台湾的位置到底怎么样 所以其实是一个会有这样的效益的 那我觉得Anna在安排 他们的这一个conference的时候 也是有这样的意图的 所以在这个session里面是比较 我觉得是可以看得出来 大概就是这样的 谢谢PM5的分享 超神奇的 我可以证实PM5 就是在PM5在里面的时候 我在外面 然后就有收到求救的讯息 就是在slack的那个时讯 他就说你赶快来把我拍下去 你赶快来把我拍下去 你赶快来把我拍下去 那普通就只有这一点而已 对 其实时间也有一点 就是我是因为说大概要差不多在9点收结束 所以我就直接把我们要谈的 依时间顺序下来要谈的就先停在这边 然后想要问参加的包含我五个人 有没有想要补充的一些事情 在德国这边的话 无论是饮食啊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想要补充的 就是想要讲一下下来 可以趁这个时间分享一下这样子 我没有 我倒是觉得 那个他们当天下午那个论坛本身也是蛮有趣味性的 就是 就是大家 就是那个时候 那天早上Fishboard结束之后 下午应该是有一个 大家就有一排艺人坐在台上 然后我们其他人 在 就是等于是我们就是听众 然后看他看一个类似现场政论节目的东西 然后他们就 就好像 真的是因为这个我自己感觉到 好像政论节目 然后在台上 做一些就是那种 有点肉质的那种斗嘴行为 但是他们还蛮厉害 就是这个基金会是FDP这个政党的 可是他们 那台上这几个人他们是全部都找 德国主要的几个不同政党 然后他们就是主要几个不同政党的议员 然后互相讨论一两个主要议题 我最印象就是他们居然还有讨论说 呃 大家对于现在这个社会 政治人物到底有没有需要经营一个社群帐号 这个议题讨论了至少一个小时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结论基本上就是觉得没有必要 那当然里面只有一个议员 而且好像是奥地利那边的一个比较新兴的政党 然后他来的那个人好像就是赶主席的 那他也很年轻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呃 其实蛮有必要经营的 可是其他社会的人都会觉得说 这个经营这个是好让这些时间完全没有意义 然后他们就很认真讨论了一个小时 为什么经营社群帐号对于中国政治人物来说没什么用 不像是浮沙马 其实那个论坛还蛮有趣味的 然后更正一下就是 在台上有一个议员是Constantin Cooler 然后他是 呃他是那个FDP的议员 然后他好像是FDP数一数万年轻的 不确定是不是最年轻的 不过 大家可以Google等一下他还蛮帅的 哦 可以给他解吗 他应该有推特 关键是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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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贝斯呢 有没有什么想要耳外再分享 好像没有耶 如果我那天去的听的就是另外一个议程 就是How to fly population 然后就是几个 也是 几个国家的人 然后在互相分享 就是彼此国家的状况 有点取暖的意味吧 对 就是你叫阿瓜 罗马里亚 还有斯沃维尼亚 这些国家 就是他们在讲他们的国家 就是好像 他们身为就是可能 独立 NGO 对于他们的国家一些情况 就应该 这样子 平暖大会 嗯 好 刚刚那个 周琳说的那个政论节目 他们真的会就是亲眼看到德国人的习性 就是炒到很精彩的时候 如果你讲了一个很棒的论点的话 大家会捶东西 对他们不是拍摄 所以会捶东西 会敲桌子这样 对 很可爱 嗯 那我简单大概两分钟补充一下 就是整个整个去柏林的活动当中 其实我们常常遇到 常常被问到的问题是说 就是对他们现在德国5G的看法是怎么样 这样子 然后 大家可能就讲到说一个 常见的笑话就是说德国的网路很烂这样 柏林的网路很烂这样子 那 我其实 第一天下去的时候 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很压抑 然后我觉得很不解这样 然后我觉得 这件事情一定要公开被处理 这样就身体会很不舒服 就是网路好操这样 就是可能 网路阶段症有点 有点这样子 然后 所以回来的时候 我特别查了一下 然后稍微想了一下说 那5G这件事情应该要怎么 这件事情的重点应该在哪里这样 应该不只是说就是5G 5G 然后是不是要去买华为的科技这样子而已 就是重点是在于说就是 如果我们要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把 网路视为人权的一部分 就是可以使用网路这样 然后那个网路的速度要在一定的程度以上 然后要把这件事情视为一个人权这样子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那可是网路的铺设 当然不是免钱的啊 一定要有人出资这样子啊 所以 然后 呃 然后对 其实所以对各个电信商来讲的话 他们其实最在意的就是 那谁要出钱去铺最后一里路这样子 就有一个 呃名词叫做最后一里这样子 那什么是最后一里的 你就可以想象说如果那些网路的铺设的话 就像是在铺人体的血管一样 那我们的末梢 血管的末梢 然后碰触到那个 呃我们四肢 我们四肢的血液 血液要碰触到四肢的器官这些 的部分就是最后的那一里路这样子 那对电信商来讲的话最后的那一里路就是 非常的赔 非常赔本这样子 就是铺那个 实质效益对他们来讲没有很大这样子 所以如果是以台湾的台湾的状况来讲的话就是 早期都是中华电信铺了这样子 然后开始开放之后 就 很多人会 呃 其他电信验者就会很希望说那可不可以之前你铺了 那就是便宜住给我来用这样 就是我不想铺 可是我也想要分一杯羹这样子 对 那可能就是在德国那边的状况就是 呃 也是一样就是开放电信竞争的时候 那中间没有乔融 所以在德国的最后一里都一直没有铺的很好 就是以目前四肢的状况是这样子 那 他们就会 呃可能就会期待说那是不是五肢可以更好一点 但是 五肢的话有一个很 呃有一个状况就是因为五肢的评断 比较不一样跟四肢比较不一样 那他需要的那个 基地台会密度要比较高一点 那也不是说每一个都是要一个很完整的基地台 就是说他那个讯号要接手传过去 中间要有很多passer这样子 所以就要花很多力气跟时间去建设那些 这些都算是最后一里的东西这样子 那所以我就会比较在意的是说那 那德国目前没有想到什么方法可以去促进那个最后一里是大家都可以很公平的然后都愿意出资然后去把那些都铺好了这样子 不然的话其实现在状况可能德国就是呃企业都享有的确是蛮高速的网路 可是一般民众感受到的那个网路速度都很慢 这些是不是愿意一起来铺而不是都白烂这样子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 那我分享到这边这样 好还有大家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紧接着在最后要交给志浩要来分享呃GNV社群国际交流的KIDOFF 诶 居然是Peace 诶 Peace来了吗 helloPeace 我忘了 PeacePeace 我忘了 嗨嗨 嗨嗨嗨 呃 嗨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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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项目其实是之前想要在二月半的时候的一个想望 不过后来就是武汉肺炎 所以就一切的计划都被打乱 那所以今年就是GNV国际交流小组的计划上半年可能就是这样 那不过我们仍然有在尝试做一些事情 我们有在尝试做我们跟外国人交流的各式各样的联络资料 我们想要做一个CRM就是把这些联络资料建档 然后用一些比较细致的权限管理 然后来确保这些资讯有最大的在社群里面有最大的开放程度 之前我们有讨论到社群培力工作坊 就也许像今天这样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大家先把出去的 呃别想出去啊就是跟外国人交流的一些经验啊一些想法 就是透过比较细节的一些对话来分享 然后而且是用中文的 这样让社群里面更多人可以大家理解一下 诶大家跟外国人交流是怎么样 然后有没有哪些美咖或是怎么样的 那慢慢让更多GTV贡献者愿意来参与 往国际交流的一些活动 那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日期就是 不过在这边听的人应该也都已经知道了 不过就是看看我们再看直播好了 诶今年3月本来有个Tic Tac 呃在冰岛不过已经 就是实体已经改成线上了 然后可以搜寻Tic Tac 然后知道他们线上的参与方法 4月有一个Internet Freedom Festival已经取消了 6月的RightsCon现在已经宣布延后一年 那以后一年其实就是取消 因为RightsCon就是每年办一次 呃本来那个GTV 国际交流小组有在参与筹划的面海松 本来在5月想要在韩国的基州岛办一个 不过现在也就是取消了 应该说延后了 我们现在预计延后到8月 希望可以在8月底的时候在基州岛办一次面海松 然后9月我们目前知道在日本的爱芝 是不是在1支 对 在1支有今年的Core for Japan的Summit 国际高峰会 目前是 因为他离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有点距离 所以应该还是还没取消 所以我们也预计会参与这件事情 嗯 再来一次就是年底 年底12月3号 呃 國际交流小组会组 在台湾组后那个面海松在台南 他就在今年的表之后Summit的前一天 所以3号是面海松 4号到6号就是Summit的议程这样 然后都会在台南 呃所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些日期这样子 嗯哼 然后既然皮尔姆和伊沙贝都在这里 那看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或是纠正的地方 嗯没有因为都取消了大家都得在台湾所以很好求 对 对 Hash tag都取消了 对 嗯 真的都取消了 对 都取消了 对 都取消了 没有了 都全部没有咯 对 然后 对 然后大家都留在台湾了 所以就大家一起来想想看可以做些什么 很好揪 对很好揪 好 那说上国际交流 面海松的社群应该是目前是预计下礼拜五的晚上有一个 Civic Hacking for Public Health的一个线上的event 然后目前organizer们是在邀请港台日韩四个国家slash地区 你就直接讲国家好了 四个国家的Civic Hacker来分享他们过去一两个月来用Civic Hacking做各式各样 增进公共卫生公共健康的一些专案和经验这样子 那目前organizer是正在 正在共比议程吧 那预计是下礼拜会开始分享这样子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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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是吧 对就是这样 好 呵呵呵呵 那我们今天还没有要补充的内容的话 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这边圆满的结束了 再给大家几秒的时间 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那个TikTok都可以线上参与 所以看得到大家有没有兴趣可以2425可以听一下这样 对我会讲一下Sense的经验 但我是在写信问那个主办单位说如果改成那个就是新冠肺炎 没有新冠肺炎喜欢的会不会 他们好像不太愿意但你就看看吧 有讨论的内容吗 对啊因为他们希望是有研究过后的impact 而不太想要讨论现在在发生的事情 嗯哼哼 其实TikTok的议诚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很多欸 他本来就是两天各一个下午而已吗 还是因为感觉上说议诚说谁 他事实上说谁 他反正两天是整天 三天 两天 两天整天 对他只能把那个key notes 然后他会有一些是赞助商的产品 对那一种删掉 他也是问讲者说你们有没有医院线上 然后有病这样子 有些可能觉得不行就直接拿掉了 嗯或是时区不方便或什么的就拿掉了 嗯哼哼 好啊 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TikTok的主究 还有直播 耶耶耶棒棒 很棒 超棒 谢谢超棒 讚讚讚讚 谢谢 好 好好 大家辛苦